九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九曲花街 九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九金山有二人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九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 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现在你收听的是金山客节目 我是永青 今期的金山客 我会和大家继续讲的是 华人贩卖妓女案 上一期我们讲到 曾经是妓女的张桂英 控告王树德 和他的妻子龚氏 还有方氏 以及如珠串通一气 将他从香港 发卖尼尾为窗 经过控辨双方律师的激变 陪审员最终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法官就宣布解散陪审团 重组新的陪审团 扎日重审 时间来到1935年4月30日 星期二上五十点 华人贩卖妓女案 再次在旧金山联邦法庭开庭审讯 控方仍然是由上一次代表原告的政府律师 在斯比利四名被告 则仍然由黑字律师代表王树德 和他的妻子龚氏 韦氏律师代表方氏 即是租轨下 如珠上次由尖谦利律师代表 但在此次审讯就没有代表如珠 所以法官就指派韦氏律师代表如珠辩虎 法官首先就向新组成的陪审团 简单地介绍了这次审讯的案情 简言言之就是被告四名 被指控在1933年 在中国偷运非美籍的女子张桂英 化名为李兰英 由西雅图入境美国 从西雅图迁移至旧金山后 张桂英被转卖为昌 法官提醒陪审员 在听取控辨双方律师辩论和陈词时注意的两点 一、被告虽然被大陪审团入案控告 但目前还不能证实被告有罪 他们只是严犯 各位陪审员不可以先入离主 要仔细地听口供 识别证据才好做出判断 第二、原告和被告都是中国人 但陪审员应该要谨记 这道是法庭 凡属人类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 不可以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而有种族之分 更不可以深存歧视之意 法官交代完注意事项后 控辨双方律师查询陪审员背景和履历 确定陪审员是符合参与陪审此案的资格 在同一天的下午 法庭进入了正式的审理程序 首先就传审了原告张桂英 并有天使岛移民拘留所的传役员迪华传役 由主控官十比利提问 最初的问题和上一次审讯的问答类似 张桂英在香港结识了黄桂英 一起搭船来到美国 在西雅图入境 认李荣为父亲 李金谷为大家姐 李桂英为二家姐 塞比利问张桂英是怎么来到旧金山的 张桂英就答 他在西雅图跟着黄桂英和李金谷 来到旧金山 当他们抵达屋轮码头的时候 黄树德就在码头接他 然后带他们搭车到旧金山中国城的 迟神街九八号九号公寓 张桂英说 黄桂英曾经问他 知不知道是谁申请他来美国 张桂英表示不知道 他在这个公寓住了几个月 直到1933年的九月底时 黄树德的妻子龚氏 以及他的儿子 将他带到 杰森街826号楼的205号公寓 当他们来到公寓时 租鬼霞和御珠已经在那里 正在那里谈着买他的价钱 这个是他第一次到 杰森街826号楼205号公寓 据张桂英透露 有一次他独自去到 杰森街九八号公寓的时候 黄树德来找他 黄树德表示 他欠了人家很多钱 要张桂英做妓女 赚钱帮他还债 黄树德当时恐吓张桂英说 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还说是他申请张桂英来美 黄树德更进一步说 如果你不答应 就不可以继续住在这里 而是将他关在小黑屋里面 张桂英表示 他无得选择 唯有无奈地服从 他跟着黄树德 再一次来到 杰森街826号楼 租轨霞已经在那里等他们 黄树德就将他卖给租轨霞 租轨霞先给了500元他 他又将这笔钱给了黄树德的妻子拱事 租轨霞到他选过梁晨吉日 搬来杰森街826号一间公寓住 而这一次是他第二次来到杰森街826号 张桂英还说 他第三次去杰森街826号的时候 也就是搬过去住的时候 见到高佬和黄树德的妻子拱事 以及他的儿子住在一起 租轨霞交给他两张红纸 另外还有银元和纸币 一共有4000元 连上一次500元 一共是4500元 也就是黄树德卖他的价钱 张桂英说 他将钱交给黄树德的妻子拱事 拱事表示 在这里居住对张桂英的好处 他说只要用心地赚钱 两三年后就可以属身回国 张桂英说 他在农历1933年的10月初十 即是1933年11月27日 开始他的妓女生涯 直至1933年12月14日 进入女子庇护中心 塞比利问张桂英 在这个期间 有没有和人结婚 张桂英就回答说 没有 但已经有一个儿子 是1934年5月18日出生的 被告代表律师就问张桂英 你说你最后一次见黄桂英 是在1933年的10月8日或10日 请问你说的儿子 是不是你和黄桂英的儿子 张桂英表示 这个问题他实在不愿意回答 时间到了5月1日上午的10点 法庭就继续审讯 旧金山移民稿局长卡晓 旧金山移民委员会主席夏傅 杜亭旁听 首先就传信了日前 在士廉娜拘捕的华人女子李彩英 据李彩英交代 她在1932年12月 在香港亚洲教管 和王树德初次相见 当时黄桂英和李金谷也在场 王树德说要买她到美国做工 王树德也给了她几百元 李洛茲和黄桂英就帮她买船飞 上船后也是由他们两人照料一切 王树德就先回了美国 王树德在回美国之前 交给她一张应对海关文化的资料 上面就列明她的父亲是李荣 姐姐是李金谷 妹是李兰英 即是张桂英 李彩英强调她真实的父亲叫王牵堂 李彩英表示这个问答子 在入境西雅图海关前就已经烧了 在西雅图移民局拘留七天就会自由 然后由李荣、李金谷、王树德等照料下上岸 接着来到西雅图的中国城保隆号 见到王树德的妻子龚氏 住了大约一个星期 就搭火车来到旧金山 据李彩英描述 她初到旧金山中国城那时 先住在王树德家一个星期 接着就转到旧城街一个公寓一个星期 再去华盛顿街一个公寓里住了一个星期 大约在1933年的潤五月初九 就搬到天尼街805号居住 当中在王树德家住那个时候 王树德说因为她欠了人家几千元 所以要卖她为窗 用她来赚钱还债 李彩英说她不肯 王树德说 为了办理李彩英来美国 她花费了几千元 李彩英就没办法 只能跟着王树德来到 牵尼街805号 见到鱼珠、租鬼霞 以及何卓武等人 她们在一起打麻雀 何卓武给她200元 她转手就交给王树德的妻子拱事 一个星期后 即是1933年的10月11日 她搬到天尼街805号居住 何卓武又给了她5200元 她又转交给王树德的妻子拱事 那些就是买她为窗的钱 她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张桂英 问完李彩英后 政府律师十比利 传了一个被叫做 《关交常》的华人女子上庭问话 《关交常》表示 美国有人寄了一份护照到中国 她拿着护照 在1927年来到美国 护照上面的名叫做方大妹 父亲的名是方亚年 她的真名是《关交常》 父亲是《关卓》 当时仍然在中国 她来到美国后 在1933年认识了愚珠、租鬼霞 还有现在的雇主古姑容 到了当日的下午2点 法庭继续就华人贩卖妓女案进行审讯 主控官传讯了西雅图移民局的官员 灭芝 灭芝回忆说 她在1933年7月10日 曾经对入境西雅图的李兰英 后来通过照去认出李兰英 即是张桂英 进行详细地文化 当时李兰英拿着的是美国护照 接着传讯了旧金山移民局官员 牵连和移民局口译曾某 两个人的口供 和上一次审讯时的口供 是基本相同 曾某还是被告愚珠的全役 她在法庭上 将愚珠在上一次审讯时的口供 又复述了一次 被告律师就问曾某 这次开庭和上次相隔了几个星期 为什么还记得这么清楚 曾某就说 因为报纸上有详细的法庭审讯连载 之后又传换了白人地产经纪报纸 据报纸的公称 1933年的夏秋两季 她曾经见到 Jackson街98号 9号公寓里面 有一个华人女子和一个华人妇人同住 律师请报纸走近被告席 看看有没有她说的华人女子和妇人再列 暴力想都没想 就指着共事说 妇人就是她 法庭又传了张桂英到庭 暴力表示张桂英就是那个华人女子 律师随即将美国国家银行华埠支行客户账单 给陪审团传阅 而这个客户账单 有永利公司的司理 LC Pufu 在1933年11月18日存款500元的记录 被告代表律师 传周鬼霞上庭问话 周鬼霞作工时说 她在1934年6月搬到士德顿街1134日 1933年11月那时 就住在Jetson街826日207日公寓 1933年11月到12月间 曾称居住在Jetson街826日205日公寓 一个圣城的公寓中 她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张桂英 和张桂英一起的有鱼珠 另外还有一个华人妇人和一个华人的男子 周鬼霞表示 她记得有一天张桂英到她住的地方找她借钱 张桂英说她自己有了新人 要钱买些东西来调理身体 周鬼霞说她没有借钱给张桂英 同时她那时都不知道张桂英是妓女 周鬼霞承认她认识王树德 但不知道她的名叫什么 她也承认识得龚氏 但从来没有与龚氏进行任何交易 她还否认认识李金谷、李荣、王广阴、周祥等人 被告律师接着就传信了王树德 王树德说她居住在中国城华盛顿街750号 在中国出生 来美国已经有二十七百年 妻子是龚氏 有子女六个 她本人在永利公司同铁店 已经做司理做了十三年 王广阴是这间公司的一名股东的儿子 一九三一年 王广阴在中国来到美国旧金山 她第一次见到王广阴 从来都没有说过 从中国带女孩来美国的事 据王树德回忆 她在1932年曾回回中国一次 那时还帮李荣 携带一个包裹 交给她在中国的儿子李薇基 她在中国那个时候 都没有尝试和王广阴商量 购买女子来美的事 未曾在任何场所和张桂英见面 更加没有和张桂英磋商其当窗的事情 王树德说 她最后一次见到王广阴 是在1933年的十二月底 从此之后就没有见过她 听说她已经回回中国 律师又问王树德 王广阴或张桂英 有没有恐吓过她 王树德表示没有 时间来到下午4点15分 法官宣布退庭 第二日继续开庭 到了5月2日星期四 法庭进行开庭审讯 华人贩卖妓女案 继续主审主要被告人王树德 被告代表律师赫字文王树德 在1933年11月间 在美国国家银行存款的情况 王树德就说 当时的所有存款 都是店员进行的 律师又拿出永利公司 在银行的中文存钱单据 说会将它列为证据之一 政府律师塞比利问王树德 据称你在1932年底去中国 住在香港亚洲旅馆 有时住在大中华旅馆 塞比利表示 你认识过台山三到四个月 在那个时间 你有没有结识李荣 和他的女儿李金谷 王树德就说 他在台山那时 见过李荣和李金谷 但不知道李荣还有个叫李兰英 或李彩英的女儿 至于他和张桂英之间的关系 王树德的公辞 和张桂英 及之前几个人的口供 都有不少出入 此后的两天 还审讯了王树德的妻子 以及租鬼霞、余珠等人 直到5月3日 陪审团经过30分钟的商议 终于作出决定 陪审团走出密室 回到陪审席后 法官叫被告和在座全体起立 随即就问陪审团主席 有没有结果 所得答案是4个被告罪名都成立 法官问被告有没有事要说 租鬼霞和余珠表示没有话说 但王树德和龚氏 即称被人冒陷 龚氏更加当庭豪图大哭 于是法官作出了以下的裁决 1.王树德押去密里路岛联邦监狱服刑2年 罚款5000元 2.龚氏、租鬼霞、余珠 一起押去西惠珍尼亚联邦女子监狱服刑1年01日 以上故事是由喬导之心记者吴卓名赞稿 多谢大家的收听 旧金山有金门桥、艺术工、九曲花街 旧金山有Cable Car、唐人街、御人马桶 旧金山有耳隐的气候、浓郁的文化色彩 旧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